敬愛的導師 敬愛的恩妮 今天來是為了 飲水失言 為什麼呢 因為剛踏路的時候 真的懵懵懂懂什麼也不懂 就莫名其妙一直花怨 花了很多怨也不是 根本不懂的是要懺悔 也不知道步驟一二三 看完書以後 我姐跟我講說 幾天有老師的網路工修課就收好 那我兩天又有兩天一夜的課程 我也收好 那收好以後就 人家說新竹有需要分享會 因為新竹是我的家鄉 所以我就去了 這時候剛好是一位 非常年輕的主持人 他叫艾馳 看艾馳主持得那麼棒 你年紀這麼輕 你怎麼可以講得這麼好 他偷偷地問他 是什麼樣的狀況 他可以主持得這麼好 他就說他發了一個要完成一百次分享會的願 所以他可以講得那麼好 那我天天就傻傻 好 那我也來一個一百場的分享會 根本不曉得要什麼懺悔之類的 只是莫名其妙就跟人家發怨了 所以今天是來繼續緩 那有人要我分享的話 我都沒有第二句話 不是為了負能量 也因為要感恩我們的恩妮 他真的很棒 在我為什麼要發成立警案讀書會 那個早一年七年的九月主 那個開始的 大家有聽過我家改建的那個故事嗎 沒有 那才重複講 因為已經講了好幾次了 那就是 對 就因為要改建 因為自己發現說要成立讀書會 成立讀書會的朋友 也是因為寶毅 寶毅他講了分享藝文故事 讓我非常感動 因為我是有接觸其他的慈善團體 有去關懷別人 那我們去關懷過程中 就是頂多就是給他們一個安慰 多少錢一個月多少錢這樣 都實質上沒有幫助到他們什麼 可是藝文的故事讓我整個筐盤了 藝文那個他自己本身生病 然後他是先生是警察 那警察後來因為工作壓力 另外一方面又面對三個生病的家人 所以變成暴力家庭 那也因為他太太接觸插滿以後 他們整個家庭有很大的改變 那這個故事感動了我 我就說 哇 這麼棒 這就是我應該要去努力 去實現的一個人系統 所以就也莫名其妙發言說 我也要來成立點書會 那發這個願以後 後來也是另外的因緣裡面 然後就加入合唱團 合唱團以後 忙得團團轉 那也因為是老師的硬力感動了我 他的那句話 教導解惑 尋尋善佑 人人得到天地的祝福 然後進了成大去 這就是導師最大的信念 那我也覺得說 這麼慈悲的老師 願力這麼大 所以你應該跟著他的腳步 那也是我成立讀書會的原有 那也因為發這個願以後 又參加合唱團 瞞到沒有時間 因為我家要改建 沒有時間去找房子 那有一天 就建設公司的經理打電話給我 跟我講說 問我房子找到沒有 我說還沒沒空 那他就說 我們的社區鄰居有一棟房子 就在對面 因為房客剛好要搬走 叫我去看 就一個電話給我 叫我跟他聯絡 那我跟環東聯絡以後 他說那天是晚 因為我自己也忙得團團轉 所以環東他又要上班 我們就約到晚三十點半看房子 那有人跟我講說 哪裡有人在半夜看房子 看不準 那之前是因為我的摩托車 一見鍾情的故事 這故事太多了 不能一一重塑 那對老天爺送我那個 一見鍾情的摩托車的那種感覺 就相信送導廳也很疼我 一定會幫我找到非常棒的環子 那結果十點半去看的時候 哇超喜歡 那環境真的很好 而且它是三個環間 變成打通以後客廳很大 剛好可以董納讀書會的那個地點 那我就問他說 租金多少 我們那邊的行情 應該三十坪的話 有一兩萬塊的租金要付 管理費另外 那天我跟他看一看 滿喜歡 也不是我跟他談價錢 是他自己主動跟我講說 我問他說要多少 他說一萬五就好 喔嚇一跳 這麼一萬五 那可是又擔心說 是不是管理費要另外付 因為他是那個大廈十七層樓的 我問他說管理費多少 他說八卦在內 這個如果不是得到天地的祝福的話 怎麼會 你哪裡有時間去找房子 而且要找環境這麼好 而且條件這麼好 去哪裡找呢 後來 也因為讀書會過程 接觸的很充滿 所以也因為我沒有很深入 那個超馬系統的老師的那個課 雖然看過了 可是不是很深入 要主持的話 我是怕怕 所以我們景安讀書會的經營方式 是請資深的好幾位來分流主持 所以我為了要感恩恩你 他也來當我們主持人之一 所以今天是特別來感恩的 那說只要有求我就會出現 如果說大家有聽過我的分享的話 請再包容 我希望我們每一次都有新的故事可以講 要不要你們重複的一直聽 一直聽 那也是因為在導讀的過程中 老師又叫我們要飲水師言 那也是之前我自己工作室裡面有一些作品 做了一些圍巾 也有送我們的恩女 那每一個主持人我都非常感恩他們 待我長大 那這一天在成立讀書會以後 有很多求救的電話 因為我蓋章是蓋 因為我收益很多 希望祝福大家能夠接到這本書的 也是幸福滿滿 那我的章是用林媽媽的名字 然後電話 所以有人打電話求救的話 就是會找林媽媽 我就知道是因為倉馬而找我 那在這之間讀書會的過程中 你有接觸到一些剛好有人太太突然往生的狀況 有人是事業有一些出狀況 有一些心理層次有些問題的 所以在老師一直跟我們講的時候 修行沒有假日 那我們都遇到一些初一 初一的課程我還是沒有修 也遇到屏東老師上課本來要取消 後來沒有 我讀書會沒有聽以後 結果陸陸續續也接引了很多人 那這一次的清明節4月1號 剛好是我們輪到禮拜二的課程 我也沒有修 可是那天來的大概有三十幾位 那非常感動天地宇宙的安排 讓有這麼多人想尋尋覓密 找不到門路的人 他們有一個可以 可以等於說充電的地方 可以找到自己想要成長的地方 所以說讀書會對每個人 像是我自己本身 我也會有情緒低落的時候 可是我也非常想要再充電 所以淑莉姐還有英吉姐他們的課程 我也會來聽 那老師把這個我們的讀書會名字 改成圓滿人生經驗會 實在真的很棒 那我們今生今世不圓滿的地方 都有辦法一一的去圓滿 剛剛講那個感恩世紀劇 我有一個小小故事 就是有一天我們剛好搬新家 不久有一天純癌到我家裡去 那個時候已經將近十點半了 他剛好在教我二十一天的錄影 我手機不太會操作 就聽到我們那個廚房 那個水管就咯咯咯咯咯咯咯 然後不久以後就咳咳咳咳咳咳咳 然後人家切切菜包的那個聲音 那我因為搬去的時候 都已經聽習慣不覺得怎樣 對這種方面我不是敏感度很低 只是淑莉姐跟我講說 不對 這個聲音不對 你要對它懺悔 而且這個聲音是固定在那個 晚上這個時間才有 不會很久 可是就是很奇怪的聲音 他叫我要唱感恩施基菌 我说好,那就等明天了 因为那个时间过了以后 白天他不会出现 那第二天,他开始咯咯咯咯咯的时候 我就跑到厨房去对着睡管 去很诚恳地唱感恩施基菌 唱完以后,还跟造神 他在冰箱上厨房所有的物品 就一一地感恩感恩完以后 他声音就没有了 那第二天又有一点点声音 可是好像赶着要来天眼还是哪里 来不及唱 我就把那个营业盒放在冰箱上面让他唱 第三天回去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声音了 开始的时候我想说楼上的阿嬷怎么这样子 都在这个时间在切菜剖 所以说你们如果遇到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试试看感恩施基菌,超好用 那老师也有说他睡觉的时候 也试做那个唱感恩施基菌 然后超好睡 那我本身这一二三就睡着的人 可是老师讲这个方法,我就说好的 那我来实验看看 就开始睡觉之前 对,唱感恩施基菌完以后 眼睛闭起来就感恩头发,感恩眼睛,感恩鼻子 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感恩完以后 然后深呼吸想要做什么心法 太阳心法什么可大可小的心法以后 本来就想了还没有开始 一二三就睡着了 而且闷镜也超那个 不会像以前会有一些奇怪的闷镜这样子 所以感恩施基菌真的很好用 大家可以再试试用看看 那今天我是来补位的感恩 恩你给我这个机会 感恩导师的尊尊教会 感恩天地宇宙所有的安排 感恩我这么幸福 我希望大家在座也有这个福报 可以接到这个福分 那我们去花束的时候 你因为感恩的话 那个能量很强 那个叫做奏用力就是缓奏用力 当我们打捷银啊走公车 你们都一直感恩感恩感恩 那个能量真的就 所以一直补充在我们身上 那如果大家看看 要看看我加入 还没有加入叉码之前的那个龙帽 会把你们吓坏 我自己不知道我是能 负能量在身上的那种感觉 我不觉得 可是照片照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既然是自己是长成那个德性 不能量在身 还不知不觉 还自以为良好 那后来加入叉码以后 有很大的奇迹出现 又是另外一个龙帽 那现在的我 你们大家有看头现在的我 那第三章是淑莉姐那天 来参加她的那个精英会的时候 三章是她帮我组合 前面两章是读书会 对我们合照她把她抓出来的 所以是 也因为那这张照片 我在前面上 就接引了两个人 那我们的情组 她特别把我说 她要转播给别人 我说好你们尽量转 希望你们能接引更多的人 让奇迹出现 感恩 教堂 求求你 好 感谢观看